2023年1月11日 据葡萄牙新闻媒体报道 根据移民报告的数据显示 在2021年约有6万葡萄牙人移居国外 比2020年增加了约1万5千人 而最受欢迎的地方则再度成为英国 在2019-2020年因疫情以及英国脱欧的缘故 移民人数下降了约44% 英国、西班牙、瑞士、法国和德国 是葡萄牙人在欧盟主要的移民地 特别是英国 据相关数据显示 移居英国的葡萄牙移民总人数为156295人 其中女性占53.1% 65岁以上的老人仅占2.5% 虽然如此 法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多葡萄牙移民的国家 这主要也是因为60-70年代的移民潮导致 共有59万8千人 除了欧洲以外 葡萄牙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还是以葡萄牙与国家共和体为主 特别是安格拉以及莫桑比克 总体而言 男性移民要多于女性 且多数以年轻人为主 如果进行排行的话 法国的葡萄牙移民最多 其次是瑞士 再次是美国 然后是英国 最后是巴西等其他国家 点加号 点红心 点箭头